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用腰字表示摇头晃脑 下面用一撇一竖表示踩着高桥 就是桥装打扮的桥 桥腰读音相近 所以腰还有表示读音的作用 桥 七一熬桥 桥装打扮的桥 桥 用桥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 有的读桥 有的与桥的读音相近 一个人从小生活在国外 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祖国 几十年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故乡 这些人虽然桥居国外 但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所以叫做华桥 左旁用与桥字表示改变服装面貌 并肩表读音 就是华桥的桥 还有桥居 桥民等等也都是这个桥字 桥 丹利仁桥 华桥的桥 桥 老爷爷 大桥的桥是哪个桥呢 人们最初是用木头建桥的 你们看 造桥的人把木头插在水中 叫做桥桥 远远望去 很像元宵节闹红货时人们踩的高桥 因为是木桥 所以用木字做旁表意 再用桥字表示读音 就是木桥的桥 桥是架在水上或空中便于通行的建筑物 比如独木桥 长江大桥 过街天桥等等 桥 木字旁桥 木桥的桥 桥 闹红货是民间的一种集体活动 有很广泛的群众性 但是有些人却认为 这是一种庸俗不堪的活动 这位将军骑马走来 发现前面村口的大道旁正在闹红货 他不仅不欣赏 反而觉得低俗而不屑一顾 一副骄傲自大的派头 这就是骄傲的骄字 左旁的马字不仅表示骑马 而且表示高高在上 右旁的桥字表示读音 不过生母不同 要读骄 骄傲就是自高自大 看不起别人 比如骄兵必败 戒骄戒躁等等 骄 激骄 骄傲自大的骄 骄 人们最初发明车的时候很简陋 随着不断改进 车的形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是一辆独轮车 它虽然灵巧 但载货量小 因此又制造了两轮车 这是专攻人们乘坐的 比较豪华的轿车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又造出了卡车 款式新颖 乘坐舒适的小轿车 因为是车 所以用车字坐旁表意 也因乔 轿 孕母相同 所以用轿表示读音 这就是轿车的轿 要读四声 轿 过去男婚女嫁 新郎新娘都要做花轿 也是这个轿字 轿 激傲轿 轿车 车的轿 轿 其实不光是车在发生变化 就连人也在不断地变化 人怎么变化呀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比如说 这个小姑娘 小时候就很招人喜欢 过了十几年之后 更是出落的 眉清目秀 白皙娇美 用女资作旁表意 再用桥字表示从小到大的变化 并肩表读音 就是娇美的娇 娇就是美好可爱的意思 比如娇嫩 娇妹等等 另外娇气 娇娇娇 娇声惯羊等等 也是这个娇 娇 鸡翱娇 女子旁娇 娇美的娇 娇 娇美的娇